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越南牛奶的财报篇 怎么样来解读一个越南公司的财报 只要30秒 您立刻就能够解读一个公司的财报 那我们先看一下在cafe.f这个网站 我们把它按右键翻译成中文 您就可以看到越南公司的财报 有资产负债表 经营业绩结果就是损益表 然后呢再来的话是间接现金流量 也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这三个报表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 那有些人觉得很复杂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点都不复杂 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来一一的破解 首先的话就是看它的这个损益表 那这个损益表呢 你可以看一下圈起来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越南牛奶 它在2019 2020 2021 2022这四年当中它的营收 是一直在成长 从56后面太多个零了 所以我们就是讲56个billion 那它其实它还有三个零的越南盾 所以就是太多零了 我们就从这个数据来看56个billion 然后涨到59个billion 涨到61个billion 再涨到2022年的60个bill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营收呢 在2021年到达高峰 在2022年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再突破2021年的一个高点 那同样的我们要来看税后利润 税后利润的话 在2019年是10个billion 2020年是11 2021年又到10 那2022年的话 它的获利只有8个billion 所以您可以看到 它的获利呢 在2020年是最高 然后之后的话就开始逐年下降 所以即使是越南牛奶这么蓝筹 这么好的一个公司 它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 在COVID的那段期间 一样遇到了这个经济的一个危机 只是它的影响呢 没有其他公司这么严重 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持不错的 销售业绩以及利润 只是成长性呢 是受到了限制 那再来的话资产负债表呢 我们看什么 在空投的时候跟多投的时候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的解读呢 是不太一样 想看更多的内容吗 每个月只要10块美金 就可以加入孙姐开奖 越南股市专属课程 把热腾腾的越南股市消息 传送给您